我说我们是四个罗罗罗罗 关注三分威视关注玩耍 欢迎点 去啦 第一次进入别门就是小老门 不是 你开始了是吗 第一次看到有他们玩BMX 觉得特别帅特别酷 然后特别想玩 然后经过我就是了解这个之后 然后我就加入了Black Party这个团队 小时候就看电视看 那个ESPN我们家有那个香港那些电视台 就看到那会是Dave Mirror 然后还有一些车手 在那个玩大油池 然后就觉得特牛逼 然后腾空时间特别长 觉得他帅 这些都是我的哥们们 一块平常出去玩什么练细动作什么的 平常锻炼锻炼身体也挺好的 然后玩点平常做不到的动作 挑战点极限 对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是金融街 对 我觉得BMX就是自由 这个嗯 Igile Lego 美國加州六十年代 因為好多孩子喜歡越野摩托 但是又買不起 覺得鬼 然後就用這種動作 小輪車來做一些越野摩托 在空中騰越的動作 包括堆土坡還有碗池什麼這些 然後還有了小輪車 後來出現了一個叫Bob Harrell的人 發明了萬象罩和火箭頭 然後他就讓這個東西增加風格化 就能做更多的牛逼的動作 BMA現在是越來越好 而且高手也在不斷地出現 原來我剛玩車的時候 07-08年大概是廣東玩得好一點 因為他們發展的可能比北京早一點 而且他們的天氣比北京好 北京冬天沒辦法玩車 現在這兩年北京的人也就一直在堅持玩 所以他們的水平也都上來了 不會輸給全國任何一個城市 應該只是刺激 我慢慢覺得習慣 可能就像大街上一個上班下班騎車的一個人 騎車去一個地兒然後去玩 它可能就是我的一個代步工具 然後也是我的一個玩具 根本不是一個運動 它可能就是一個玩具吧 ROLAX diamond flooded POLAX they watching investigation undercover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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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每天都在玩 最多的就是金融街或者王府井 或者鸟巢那边去的都比较多 经常玩的话可能这地儿就玩烦了 然后我们就会经常找一些新的地儿 定期活动我每年夏天我都会办一个比赛 提供一些奖品大家来交流一下 因为北京太大了 可能好多玩车的人就是不经常在一起 我办这个比赛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让大家来互相见见面 然后交流一下最近在干什么 过几天就有是7月19号下午4点或者5点 从我的店出发然后可能去东南村那边 然后选几个地形 每个地形选出最棒的表现车手 然后会发奖 当天最牛逼的车手会得到一个赞助